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户人家 总共有73个人 据说他们的祖先是为了躲避战乱而定居在这里的 后来便在这里繁衍生息一直到现代 他们所生活的这个洞穴宽约一百多米 深度大概有两百多米 能在这里扎根生活可谓是相当困难了 虽然与世隔绝 但也可以看到像电视这样的现代产品 不过电视也是这里最高端的科技产品了 尽管生活的比较贫苦 但每天看着太阳东升西落 呼吸着大山里新鲜的空气 他们也过得怡然自得 据说政府曾经要帮助这里的18户人家搬出去住 但被拒绝了 因为他们更喜欢这里简单安逸的生活 虽然没有钢筋水泥构造的房屋 却也住的冬暖夏凉十分舒适 后来这个室外桃源逐渐被曝光到了大众的视野 来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为此政府还修了一条赤资一千五百万的观光渠道 这样一来便给当地居民增加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不过这样一来原本的室外桃源便不再神秘了 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也会受到影响 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欢迎订阅